你认为壁骨就是不吃饭吗 壁骨和断食的区别在于 壁骨是通过完整的学习方法和规律性的锻炼 壁骨期间呢 是神清气爽 身体自然而然 达到一定时间内 不吃不饿 精力充沛的修养状态 而断食呢 主观是通过自身的自制力 强迫断食 那么身体和精力都会处于痛苦和煎熬当中 壁骨真正强调的是 通过不吃饭 不觉得饿 来达到断舍离 从而平衡内心的欲望 寻找内心的安宁